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你奉迎 貝熱帶高壓積正是為中國東南部 帶來一些普遍晴朗的天氣 不過仔細一點在雷達圖像 我們見得到 香港附近有些零零碎碎的趨雨區發展 如是今天早上的時候 我們都有機會在局部地區有些趨雨 至於氣溫方面 在今早6時多的時候 香港各區的氣溫 普遍是介乎在26度至29度之間 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會是大致天晴 早上局部地區有趨雨 日間酷熱 最高氣溫市區會上到大約34度 新界還會是再高一兩度 風勢方面是最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另外提提大家 號碼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 預測的紫外線指數 今天最高會去到11 是屬於極高的水平 大家今天記住要做足防暑和防曬的措施 至於接下來幾天的天氣 在電腦的預報圖見得到 明天來說 在中國東南部 繼續受到庫月帶高壓席的影響 天氣會是普遍晴朗和酷熱的 不過去到下星期初期的時候 庫月帶高壓席會稍為減弱 另外受到高空擾動的影響 廣東沿岸有機會有幾陣趨雨 不過天氣會持續酷熱 所以展望方面 未來周末期間 香港的天氣 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天氣酷熱 也會有幾陣趨雨 這一節的天氣報告就說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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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